看看这密密麻麻的小蜂呢 全飞出来了 能看出来吧 这密度 这个是因为蜂蜂飞出来了 蜂蜂飞出来脚尾 因为蜂蜂需要产卵 它得出来脚尾 就是交配的意思 然后就这些小蜜蜂全飞出来 就是保护它 它飞到我们家这个小李的树上 往这边看吧 千万千万不要遮到我 它现在开始在这个树上扎堆 看这密密麻麻肺的 我爸依然在那淡定的看风子 像这种跑出来的风就没有办法了 就得安心的等它就在那落下之后 它抓成一个大球 然后才能往回收 只要是它不跑远了 就没有关系 这项风就丢不了 它就是蜂蜂落到这个上面了 然后小蜜蜂就也都跟着落到这个地方 把蜂蜂裹起来 哎呀我的妈呀 看这蜂子 在这个小树上 我现在四周全都是小蜜蜂 然后我妈现在去拿蜂箱 把它收回来 这一箱蜂可得两千多块啊 两千多块钱呢 都在这儿了 你看这个又跑了 那个还没收回来 那个还能挂着呢 然后这一箱又要跑 这家伙天一热 是它就关不住了 看看这个 你看看他们 就要往外跑啊 摁都摁不住 然后前面门口 我妈用这个小垫 给她把门口堵上了 防止她往外跑 这都开锅了 我妈用那个垫 把那个门口给她堵上 防止她飞出来 然后把这个蜂箱的盖 给她敞开了 别再闷着它 然后一会儿蜂王 只要是不飞出来 它就消停了 就不往外飞了 然后这个这家伙 还给这挂着呢 这一大球 挂着这一大球 老多老多了 这个 几十万只 尊敬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小蜜蜂 城城 我们家今天的风的又跑了 一跑 跑一窝 两窝 不少跑 天一热 然后她就容易跑 闹着要分家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等她自己安静下来 然后再给她收回到 风箱里面去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 别的办法 小蜜蜂 如果她想跑的话 除非就是在她没跑之前 像我妈 我后面我妈 我妈用那个小布 把她门口挡上 然后把盖敞开 就是防止她飞出来 然后把盖打开 就是防止她压气 就是憋着她 然后像这种 像这棵树上 这种已经飞出来的 就只能等她挂到树上 然后自己安顿下来之后 然后我们准备 这个空风箱里面 放几块蜜皮 然后把它再引回到 这个风箱里面去 就得让她自己 冷静下来之后 自己爬回到 这个蜂窝里面去 然后一下天嘛 像这种天热之后 一下天主要的工作 就是怕这个 小蜜蜂跑了 要不然就白养了 挣点水给她浆浆粉 看看这天 刚才还艳阳高照的 这跑了两窝蜂子 蜂子没收回来 下雨了 这天 六月的天 小孩的脸 说下就下上